好我们来看一下7.5跟7.6的这个练习 就只有两位作答 就是让你们当做功课的话呢 就很多人没有做的 OK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金属片呢 是由铜跟铁制成的 那哪一片的膨胀率比较大呢 这个是铜的 也就是说呢 它一样的长度嘛 一样的长度 然后呢 加热 就是升温一样的温度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那个铜会比较长 所以呢 受热的时候呢 它就会弯向那个铁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收缩程度呢 其实也是铜比较大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 收缩的程度跟这个膨胀的程度是相反 没有 都是铜比较大 所以预热的时候呢 它会弯向铁 预冷的时候呢 它会弯向铜 OK 就是铜的收缩程度也比较大 所以它会比较短 然后比较短的话呢 它会弯向铜 OK 所以呢 膨胀率跟收缩率来讲呢 都是铜比较大 再看是非题来讲呢 如果是有 环的话 如果是环状的话 加热的话 内镜会增加 就是说那个洞会变大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金属片 里面有一个开那个洞 受热的时候呢 那个洞呢 也是会变大 所以一样的道理 变大才对 所以这个是错的 然后呢 大热天的时候呢 铁轨跟铁轨之间呢 它会留缝隙 为什么 因为受热 它会膨胀 受热 这个铁膨胀来讲呢 那个空隙就会变小 这个反而是对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几个题目 我真的是有去想过 是什么情况 学生会误解 就是膨胀嘛 就是那个铁会增加 很多时候 很多学生会误解的 就是说那个 那个洞到底会变大还变小 如果你整个环状包着它的话 那个洞会变大 因为呢 互相挤压 造成你往外扩张 但是呢 这个铁轨啊 铁轨之间 那个空隙来讲呢 因为两边都是往内 的增长 所以那个空隙呢 会变小 OK 这样子 布朗运动啊 布朗运动 这个是布朗运动吗 这个 这边我好像 叙述写错了吧 这个是配对题就好了 不好意思 那这边呢 它就讲说 我们的饮料 不能灌太满 到底是 这个热障冷缩的利用 还是防范 所以这个是属于防范 为什么 你灌太满 它受热膨胀的时候呢 这个cap就盖不住 就会膨胀出来 饮料就漏出来了 所以呢 就不能灌太满 要留一些空气在那边 而且空气呢 是可以 可以被挤压嘛 对不对 可以被压缩 所以就不 就会造成了 你液体 日脏冷缩都好 那个co 气体虽然说 也是会日脏冷缩 但是气体能够被压缩 所以它就不会使到说 膨胀的时候 虽然它压强会增加 但是呢 可以被压缩 意思是说 它的cap呢 反正就是产生的 这个压强 没有这个液体的压强 这么大就对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温度 温度器的设计来讲呢 它是利用这个水银的日脏冷缩 所以这种是利用 利用 OK 然后呢 电线要弄得比较有点下垂 主要是说 它收缩的时候呢 不会弄断 所以这个是防止它的一个 反正就是说 它这个日脏冷缩会带来危害 日脏冷缩会带来危害 我要防止这一个危害的产生 我们就叫做防范 是这样子的意思 OK 所以大致上呢 那个练习题呢 是这样子了